今天为你解读的是《骆驼翔子》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1万字 我会大约用24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在一个荒唐黑暗的病态社会里 翔子能否通过个人努力跳出自身命运的番离 骆驼翔子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是在1936年9月 当时是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很有名的主流媒体 《宇宙风》半月刊的第24至48期 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1939年3月被人间书出版社积极出版发行 然而在骆驼翔子问世到解放前的几十年里 它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全面认可 甚至还受到了叶盛陶、梁石秋、李肇林等作家 不同程度的质疑 有人批评这部作品结局太过悲惨 可这部作品恰恰写出了没有被粉饰 篡改过的真实社会与人生 这部作品思索的时间长 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 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写照 是金子总会发光 随着时间的流逝 骆驼翔子的艺术魅力与文学价值逐渐被发掘了出来 现代作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到 点铁成金 画腐朽为神奇 唯有骆驼翔子才担得起 的确 骆驼翔子的伟大之处 并不在于塑造出一个多么卑微可怜的人物 而是在于细致入微的将翔子 这个生活在黑暗社会中的普通老百姓 灵魂堕落的全过程刻画了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作者以笔为刀 将骆驼翔子这一人物 从那个荒唐病态的时代大背景墙上 活生生的给剥了下来 本书的作者老舍 是上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1899年2月 出生在北京一户满族家庭 八国联军入侵那年 老舍刚满周岁 他的父亲舒永寿 作为守卫皇城的护军 在抵抗来犯日军时 不幸殉国 一家人全靠目不识丁 性格倔强的母亲 干杂役和洗衣的微薄收入 勉强维持生计 艰苦的童年生活 使老舍可以站在末世的帷幕旁 更清楚地看到时代的更替 与人性的沉沦 丰富的人生经历 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源泉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 他创作了《骆驼翔子》 老张的哲学 《四世同堂》 《龙虚沟》 《茶馆》等著名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老舍还是我国唯一一位 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文学家 只可惜天度英才 1966年8月24日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 饱受摧残的老舍身心俱焚 最终选择投了北京太平湖 老舍用自己的生命 完成了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注解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我会为你从三个方面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翔子的奋斗 与他三起三落的人生 第二个重点是 虎妞难产一尸两命 翔子落得家破人亡 第三个重点是 小福字的死和翔子灵魂的彻底堕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翔子的奋斗与他三起三落的人生 骆驼翔子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旧北京 翔子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小伙子 带着农民特有的质朴和固执 初到北京那会儿 翔子不过十八岁的年纪 为了生存 他做过几乎所有靠卖力气挣钱的营生 可是始终没有挣到钱 思来想去 他认定了拉车是一件容易挣钱的买卖 于是他就把拉车当作了他的终身事业 拉车听起来是一种很简单的活 但其实车夫也是分等级的 有的车夫靠着向车厂租车过活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出租车司机 每天天一亮就欠着车厂的车份 也就是车租金 不得不喂一口吃的和车份奔波 这种车夫如果一天不出去拉活 就要挨一天的饿 如果拉活还要时刻提心吊胆 生怕一天下来车份都赚不够 而有的车夫通过勤劳肯干也好 通过东拼西凑也好 买了属于自己的车 这种车夫不用整天为了车份奔波 挣的钱全是自己的 想什么时候出车就什么时候出车 当上这种车夫就是翔子的理想 要当上这种车夫 首先就要买车 既然买车就不能买孬车 旧车翔子根本不放在眼里 要买就买价值100出头 做工最地道的上等新车 这时候的翔子还是个有理想的好青年 他也有树立这个理想的本钱 20出头的年纪 铜柱铁打的腰身 虎背熊腰的块头 使不完的力气 如果翔子不配有这样的理想 那么整个北京城的车夫都不配有 可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翔子算过一笔账 一天省吃俭用 能剩下一脚钱的话 那攒够100块现大洋 就要1000天 但翔子并没有气馁 这时候的翔子不喝酒 不抽烟 不嫖不堵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省吃俭用 哪怕生病都要自己硬扛着 就这样 整整攒了三年的钱 翔子终于买到了自己的车 翔子父母死得早 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翔子就将买车这一天 当做了自己的生日 这时的翔子 已经登上了北京车夫的人生巅峰 他计划着 买了新车后 不出两年 又可以攒出第二辆车 慢慢的 没准自己也能开个车场 美好的未来 仿佛正在向翔子招手 翔子并没有因为买了第一辆车 而放缓他奋斗的步伐 他依旧早出晚归的拉活 什么张大帅打了李大帅 什么大炮马上要打到北京城墙根的传言 他一点都不关心 翔子的心里只有他的车 直到有一天 翔子接了一单活 雇主愿意花平常价十倍的钱 雇他出城 翔子还以为今天走了好运 谁知道刚出城不久 翔子就被一群乱兵抓住了 扣了他的车不说 还将翔子抓去当苦力 挑水烧火为骆驼 说到骆驼 大家可能想到了 骆驼翔子是不是和这骆驼有关系呢 没错 话说这天夜里 大兵们扎营的地点附近 忽然出现了枪炮声 这可让兵营彻底乱了套 翔子本想趁乱逃走 可是想到自己攒了整整三年辛苦钱 换来的车就这么打了水漂 心里不甘 于是他心一横 决定牵走自己喂的那几头骆驼 路是颠簸的 夜是漫长的 骆驼也走不快 可是翔子愣是撇开命不要 牵着那几头骆驼 一步一步逃了出来 路过村镇的时候 翔子将骆驼换了35块大洋 回到了北京城 回到了他买车前租车和借住的人和车厂 人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和刘四爷的女儿虎妞 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仍旧收留了翔子 一切仿佛回到了翔子买车前的样子 但有些东西悄然发生了变化 翔子和骆驼的那段故事被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了出去 本来谁也不清楚姓什么的翔子 自此姓了骆驼 大家口中的翔子都变成了骆驼翔子 还有就是 以前翔子是不屑于抢那些老弱车夫活迹的 但现在不同 他犹如恶风的野兽般 疯狂地抢着他视线范围内的一切生意 比起早出晚归的拉散座 抢别人生意被同行鄙视 翔子更喜欢被有钱的人家包月 这样既可以省出吃住钱 又可以不用为车份担忧 话说这一天傍晚 连日的不顺心让翔子心情低落到极点 然而脾气太来 翔子碰见了以前效力过的曹先生 他提出让翔子拉他家的包月 翔子喜出望外 因为翔子知道曹先生家里不仅活不多 曹先生和太太还为人和气 是真正将车夫也当人看的好人 翔子没见过孔圣人 但翔子觉得孔圣人也必是曹先生这样 曹先生的家犹如一片绿洲 让翔子的身心都有一个 可以暂时落脚的地方 一切仿佛都向好的地方发展 翔子算了算 自己已经攒够整整73块现阳了 距离买车的日子似乎又不远了 可是似乎这个词很神奇 明明可以离现实很近 却永远成不了现实 曹先生因为被人诬陷乱党 而躲到了好朋友左先生那里 翔子却因为给曹先生拉车 被孙侦探在曹家门口抓了个正着 在孙侦探的威逼下 为了保命 骆驼翔子交出了他辛辛苦苦攒的73块现阳 其实这个孙侦探就是当年抓翔子的乱兵排长 孙侦探也并没有真的要抓曹先生一家的意思 因为孙侦探实在惹不起曹先生的好友左先生 但是他惹得起翔子 就因为这么简单的原因 翔子辛辛苦苦攒了两年的73块现阳 进了孙侦探的腰包 翔子琢磨不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自己本本分分的活着 辛辛苦苦攒的买车钱就这么没了 翔子想去抽 想去赌 想去嫖 想去把自己凭力气赚的每一分钱 都痛痛快快的花出去 但翔子还是忍住了 他还是想拉车 想拉上自己的车 这时人和车厂老板刘四爷的女儿虎妞 挤进了翔子的生活 请记住虎妞这个人 在下个重点内容中 我们会详细为你解读虎妞这个人物 翔子与虎妞结婚了 靠着虎妞的钱 翔子再次买上了车 虽然不情愿 但毕竟又一次拥有了自己心爱的车 翔子过上了白天有车可拉 晚上有家可回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 虎妞死了 为了给虎妞发丧 翔子将车卖了 翔子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车就像个鬼影一般 三起三落 永远也抓不牢 扣不住 至此 翔子开始像其他车服那样 吃喝嫖赌抽 也便开始了灵魂的堕落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 第一个重点内容 翔子的奋斗 与他三起三落的人生 翔子拼尽全力 想攒钱买车 先后被乱兵抢了车 被孙侦探讹了车钱 为虎妞出殡 不得已又卖了车 因买车梦三起三落的翔子 也从最开始 一个有理想 有抱负 勤劳肯干的年轻车夫 一步步堕落成一具 只知道吃喝嫖赌的行尸走肉 说完翔子堕落的原因 咱们接下来说说第二个重点 虎妞难产 一尸两命 翔子落得家破人亡 虎妞是骆驼翔子中 又一个鲜活的人物 如果把翔子 比作整部故事的太阳 那虎妞就是月亮 虎妞的存在 让翔子的形象更加丰满 甚至可以说 正是由于 虎妞敢爱敢恨的真性情 才凸显出翔子的麻木 与冷酷 打从翔子第一天 从人和车厂租车开始 翔子就认识了虎妞 因为车厂老板 刘四爷快七十了 车厂里里外外 全靠虎妞操持 虎妞长得虎头虎脑 外表丑陋 像一个大黑塔 不讲人意 粗俗凶悍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虎妞看上了翔子 看上了翔子 与众不同的勤快 利索 本分 与壮实 可以说 翔子和虎妞的感情 是从肉体关系开始的 那时 翔子还没在 曹先生家拉包月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翔子憋了一肚子 委屈回到车厂 在受到了虎妞 降鸡降肉的款待后 半推半就的 和虎妞发生了关系 其实翔子是不喜欢虎妞的 除了因为虎妞外表的外 翔子还发现 虎妞竟然不是厨女 从之前翔子买车的态度 可以看出 翔子是一个 心气很高的车夫 翔子的梦想 是娶一个乡下 年轻力壮 吃得了苦 能喜能做 一清二白的姑娘 而不是虎妞这样一个 愁老凶巴巴 不是姑娘的女人 虎妞心里也明白 尽管表面上 他比翔子岁数大了些 但自己的爹 刘四爷 依然不会同意 将他嫁给翔子的 因为刘四爷 可是拥有 六十多辆车的人 和车厂老板 说什么 也不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拉车的车夫 对此 虎妞已经有了 一系列计策 不出一年半载 保准让翔子 顺顺利利地 当上刘四爷的女婿 可是天不随人愿 在被孙侦探 额去七十三块 献阳之后的一天 翔子失魂落魄地 回到人和车厂 此时的翔子 已经准备和虎妞摊牌 觉得怎么都好 哪怕和虎妞结婚 只要能拉上自己的车 翔子受多大委屈也愿意 说巧也巧 这几天正赶上 刘四爷要过六十九岁大寿 就让翔子帮忙跑跑腿 准备寿宴的一些琐事 结果在筹办期间 刘四爷的火眼晶晶 发现了虎妞对翔子 有了不一般的感觉 就这样 虎妞让翔子成为 刘四爷女婿的计划 还没来得及实行 就全盘泡汤了 妇女二人不得不在 寿宴现场彻底摊牌 不出意外 在刘四爷的坚决反对下 妇女二人彻底闹翻了 虎妞和翔子 离开了人和车厂 在一所大杂院里结了婚 自始至终 翔子都不愿意娶虎妞 甚至厌恶虎妞 宁愿整天拉车 回家越晚越好 虎妞却不太在乎翔子的态度 她给翔子买了车 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当当 每天做好饭等翔子回家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下去 如果不出意外 接下来的几十年 翔子也将这样一直过下去 可是虎妞怀孕了 翔子本来不觉得 多个孩子有什么好处 但一想到日后有人叫她爸 心里便生出一丝高兴的滋味 哪知道 本来就身体壮硕 年龄偏大的虎妞怀孕后 更是不挪窝地吃 到临产那天 难产了 翔子接生婆守了三天三夜 最后就连顶着蛤蟆大仙的神婆都请来了 可是虎妞还是带着没出生的孩子 死了 虎妞的死 成了翔子灵魂自异的上吊绳 翔子之前虽然并不喜欢虎妞 但那个家有虎妞在 好歹能称作个家呀 翔子用卖车的钱给虎妞发了丧 从此他不再那么爱洗车 也断了再次买车的念头 他开始跟着别人混吃混喝 有今天的吃事 就绝不出车多挣一个字 过一天算一天 翔子也再不像之前那样洁身自好 和雇主家的姨太太发生了关系 还因此染上了性病 但他并不因此感到羞愧 只是觉得治病的钱花的冤枉 翔子认为生活既然那么无聊痛苦无望 与其挣扎着活着 不如借着烟酒妇人 让自己快活一天是一天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翔子并不喜欢虎妞 可是在虎妞和形势的威逼胁迫下 还是与虎妞结了婚 本想着早出晚归 拉车的日子就要平淡如水地过下去 但因虎妞的难产死亡 翔子失去了他的车 并陷入了家破人亡的境地 至此 翔子的灵魂开始堕落 下面 我们来讲最后一个重点 小福子的死和翔子灵魂的彻底堕落 小福子 是翔子和虎妞婚后住的 那个大杂院里的邻居 小福子是苦命人 被他爹二强子 以两百块献羊的价格 卖给了一个军官 被军官抛弃以后 小福子又回到了家里 可是这时候的家 已经不是原来的家 母亲因为父亲的家暴死了 看着整天跟醉猫一样的父亲 和两个饿得像老鼠似的弟弟 小福子走投无路 只能去做卖身的行当 来养活家人 翔子并没有瞧不起小福子 因为在那个黑暗的社会中 谁干的工作 又能比谁更高尚呢 何况小福子是为了救两个弟弟的命 在翔子眼里 小福子是最美的女人 美在骨头里 她年轻 要强 勤俭 善解人意 翔子曾不止一次地想 如果自己再娶 娶到小福子 那是再好不过了 虎妞下葬后 翔子心乱如麻 坐在屋里独自发呆 这时 她看到小福子 从小福子的眼神里 翔子读懂了她的意思 但翔子不敢答应 小福子那两个嗷嗷待哺的弟弟 对于她来说 就像两个田也填不满的黑洞 她养活不起 也承担不起 一咬牙 翔子又搬回了车厂 临走前 她对小福子说了句 等着吧 等我混好了 我来 一定来 翔子不知道她这句话 是对小福子说的 还是对自己的良心说的 后来的翔子 我们前面已经有所交代 因为虎妞的死 而走上了昏昏噩噩 自暴自弃的路 翔子的灵魂开始堕落 但内心深处 翔子的灵魂 也许并没有放弃 也许还记得离开大杂院时 对小福子的承诺 忽然有一天 翔子似乎清醒了 他觉得自己的志气 力量忽然又回来了 不错 谁又能阻止翔子成家立业呢 他要去找曹先生 他觉得只有曹先生这样的圣人 才能洗去他的罪恶 他也要去找小福子 他觉得小福子 才能拯救他的灵魂 可是等待翔子的 不是小福子的笑脸 而是北京西之门外 祭院树林里的孤坟 从旁人口中 翔子得知 他走后 小福子被卖到 俗称叫白房子的一处祭院 一天夜里 小福子换上熟睡客人的衣服 静自走到树林里 上吊自杀了 到了这里 翔子的灵魂彻底堕落了 他看不到生的希望 便开始贪图肉体的快乐 成了一具活脱脱的行尸走肉 为了轻松地来前 翔子甚至去骗那些 曾经关照过他的人 他找到过去的老主顾 包括那位在他心里 像圣人一样的曹先生 谎称自己得了大病 以求救济 刚开始老主顾们念在过去翔子 忠厚老实的份上 多少还给翔子几个钱 得了钱后的翔子 就去白房子找乐子来麻痹自己 可是骗了一遍之后 就再没人上当了 慢慢的 翔子的名声 变得和他的灵魂一样臭 经常出入白房子的翔子 当然免不了患病 等到了秋天 翔子的病 已经不允许他再拉车 以他的信用 也没人肯再借车给翔子拉 他没法去乞讨 因为没人对他这个大个子 发善心 他也没办法去做贼 因为贼也有贼的团伙和套路 翔子彻底堕落成 当年他所鄙视厌恶 做梦也想不到会成为的那种人了 此时的他 只是一个还吊着一口气的野鬼 所等待的 不过是去到一个 让他的灵魂和肉体一起烂化的乱坟岗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了 翔子三起三落的买车梦想 依次因为乱兵 孙侦探 虎妞而落空了 车就像鬼影一般 每次都近在咫尺 最终却都离他而去 其次 我们讲到了虎妞和翔子 组成家庭的前因后果 以及虎妞难产 一尸两命 对翔子的打击 可以说 虎妞的死 是翔子堕落的导火索 最后 我们讲到了 小福子的死 与翔子的彻底堕落 小福子的死 浇灭了翔子灵魂中 最后一点光明的东西 之前的翔子 虽然自私冷漠 但却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也不乏关心别人的举动 但至此 翔子彻底退化成一只 自私自利 昏昏噩噩的野兽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 可是到现在 人还把自己的同类 驱逐到野兽去 这句话 是书中对翔子灵魂 堕落过程的最好注解 从翔子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种 从人到野兽的退化 可是 这种退化的悲剧根源 并不在翔子 将他从一个壮实老实 有理想的人 一步步变成空虚贪婪 堕落的野兽的 正是那个荒唐黑暗的 病态社会 无论翔子如何努力 都跳不过那道 禁锢他命运的番离 以上就是今天 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